新增,按下它 OK,這邊就新增 分別是菜頭,小咪 這個就是這幾個啦,總共六個 那這六個呢,就分別新增 但是裡面現在是空的 那第二個是,再把它們刪掉 OK,第三個呢,是真的去查 查哪個?就是這六個人 跟P是新增 工作表不同的地方是 除了新增之外 還可以把查的結果也把它放進去 那並且關閉那個畫面更新 所以你會發現那畫面不會一直亂閃 OK,那裡面有沒有資料? 菜頭有,這是菜頭 小咪,小咪都有 OK,那所以呢,這個是剛剛講的那個三個階段 那最困難的,比較困難的應該是 就是這個 P是篩選 這部分,篩選業務 那比較特殊的大概 這個好像前面講過 關閉更新 呼叫刪除 好,特別重要 一定要call 那個把舊的刪掉 否則,如果你再按下去 它會有重複的就出錯了 OK 然後其他的話 就優標一定要放在第一個工作表 查詢的工作表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把剛剛P次篩選業務這個功能 改成什麼呢? 改成P次篩選產業別 產品 客戶名稱 怎麼做比較快 其實前面講過了 其實大部分呢 都用複製貼上可以完成 怎麼複製貼 其實這個P次篩選業務 你把它重複到尾複製一下 Ctrl C 然後呢 底下 Ctrl V 改一下名稱 P次篩選業務 這個名稱不能一樣 所以P次篩選 這個把它改成叫產業別 OK 這個名稱 產業別 然後 再來要需要做哪些事情 這邊多 刮物 這個刮物拿掉 那其實這個都一樣 這個也要刪掉 因為它剛啟動 這個就把舊的刪掉 然後 再來的話 名稱來源 這邊的話 是從清單的 A2 向下追蹤 可是問題 這裡我們應該不是A2 可以從B2 所以這邊 可能需要變更的第一個 這個改成什麼 改成B 因為來源的話 是從什麼 從這邊 B2 向下追蹤 因為現在是剛好 都是 都只有到第七列 可是有些可能不一樣 所以第一個 把這個原來的A 改為B 第二個的話呢 這個來源 它是從A欄裡面去抓 那我們不是啊 我們是產業別 所以這個地方改成什麼 一樣改成B 這邊一樣改成B 那再來的話 其他呢 還有哪些要改呢 那抓到這個 第一次抓 它一定是抓 金融業 放X 那去查 它一定是查什麼 這邊的 不是 第三欄 應該是第四欄 所以啊 需要變更的 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4 OK應該 應該沒有問題吧 這個前面有講過 查哪一欄 那條件的話呢 Qriteria應該 這個應該不用改 這個一樣 其他呢 欸 改完了 OK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已經做好P字篩選 業務的話 只要改 三個地方就可以了 第一個地方 我再把這個重點 再把它圈起來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 第一個 追蹤到 本來是A嘛 把它改成B 這邊也 A